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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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 大家早 我是Jimmy 然後很高興這一次就又有機會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技術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現在在Digital River工作這樣子 那主要就是做開發這樣 那我今天的主題是講這個JUnit 5 對 那我想我應該不需要問大家說這個有沒有用過JUnit 對不對 那這個JUnit應該是JavaEcosystem裡面的最常被下 就是下載次數最多的一個Library這樣子 對 所以我想大家應該你在使用這個Maven或是Gradle 我再build一個新Project的時候 一般來說通常都會先把JUnit加進去這樣子 對 好 那 我這個標題叫Renaissance of JUnit 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用JUnit也用很久了 現在JUnit 4大家應該已經用了快十年了 那大家應該會很興趣怎麼試這出一直出沒有下一個版本 那現在下一個版本來了 那今天這個是我的agenda就是我會先講一下為什麼要有JUnit 5 那再來的話就是它的這個由來 那還有JUnit 5的架構 然後再來會講到這個JUnit的tool跟JUnit的platform的這兩個概念這樣子 那最後一個demo跟summary 好 那為什麼要重新來寫這個JUnit的核心呢 那主要是因為大家也知道JUnit 4是十年前 那JUnit 4.0是十年前第一版推出 那那時候呢是還在Java 5的時候 那現在Java 9都已經快出來了 所以其中有很多東西JUnit是沒有catch up起來的 對 例如說像Java 8有Landa的資源 那JUnit 4就沒有Java 8的資源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呢 JUnit 4它的modularity 就是它模組上面其實是有點混亂的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就一個IDE或是這個BuTool 例如說Intel J Eclipse 然後Gradle這些 他們要去執行或是run這個JUnit的時候 其實是蠻麻煩的 因為它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界面 可以讓他們去呼叫去找到這些你要run的test 然後來去執行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他們需要去 甚至要去找到這個 一些JUnit裡面沒有開放的API 或是一些private field 他們才有辦法去正確執行你寫出來的test OK 那這也是JUnit 5這一次想要改進的地方 那再來的話就是擴充性的問題 那之前JUnit 4有提供 大家應該都有用過像是 Spring JUnit 4 Class Runner 或是Marchito Runner之類的 JUnit Runner 那Runner是蠻強大的 但是它有一些問題 一來它比較heavyweight 就是說你要實作一個runner的時候 你要整個life cycle 整個test的life cycle都要實作 那對於一些簡單的擴充就會比較麻煩 那再來的話就是呢 你同時間你只能run一個runner 你沒辦法同時間run兩個runner 例如說你想要run 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你沒辦法同時間run兩個 那你沒辦法run這個Spring的runner 也同時間又run這個Parameterized的runner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Rawo API 那這個Rawo API呢 它也蠻強大的 只是說它有一些限制 就是說它只能在一些 你test的life cycle在before、during、after的時候作用 那所以呢 那這兩個extension的方式呢 又有一些交互重疊 所以呢 會在使用上就會比較混亂一點 OK 那就是為什麼要 就是下面 我們看一下這邊 JUnit 4 Modularity 就是不管你是寫test case 你是這個ID的 或是BuTool的開發者 或是你是寫一套新的test framework based on JUnit Engine 你都是跟這個JUnit.jar在做溝通 那所有東西都包在這裡面 好 那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 大概在2014年底呢 就是有幾個 第一個這個Jonas Link 它發起了一個叫JUnit Landa的 crowdfunding 它就是去募資 然後籌一些款項 然後來support它們全新的去改造JUnit的架構這樣子 對 它的code name就叫JUnit Landa 因為它們要支援新的Java 8 那下面就是它的Main Contributors 那大概做了兩三個月之後呢 就有第一個Alpha版本 那到現在呢 是已經Milestone 2了 那預計今年底應該會有RC1可以release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JUnit 5 Overview 就是它包含哪些 其實JUnit 5目前來看呢 它就是包含了這三個項目 JUnit Platform JUnit Jupiter 跟JUnit Vintage 那這三個項目呢 分別是 Platform就是 我們要執行 JUnit Test的時候的Test Engine 跟 例如ID或是VueTool 它們要執行 去找到這些TestCase來執行的Launcher API 那JUnit Jupiter呢 就是 我們新的JUnit 5的Program Model 也是跟我們最 一般我們寫TestCase的時候最有相關的 就是我們就是 透過這個Jupyter裡面提供的API 來寫我們新的TestCase 那 除此之外 它裡面還包含了你run這個JUnit 5的Engine 那再下來的話就是這個JUnit Vintage 它就是為了4 因為 通常大家都知道Java的這個Ecosystem 都是Badware Compatible 所以呢 它不可能說你寫 你之前寫的JUnit 4 JUnit 3的TestCase 就讓你全部重寫 所以呢 它們另外製作了一個TestEngine 4 JUnit 3跟4 所以呢 3只有到3.8這樣子 那 所以你在runJUnit 5 你可以就是無痛轉換啦 這樣子 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你可以同時間有runJUnit 4 跟JUnit 5的TestCase 這樣子 好 那下面呢 就是Improve的部分 它就 Improve modular modularity 然後 Improve extensibility 然後 比較modern 就是因為它有用了很潮的 這個Java 8的爛打語法 然後Java 8的一些新的 interface Default method 之類的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Betwork compatible OK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JUnit 5的架構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這張圖就是 上半部呢 就是我所謂 JUnit 2 就是 跟我們一般寫TestCase 最有相關的 我們就是使用它API 來寫TestCase 那下半部的部分 就是platform的部分 就是 一些我需要 例如說像Mokito 或是像是Spring 他們有一些 擴充的需求 他們就可以透過這些API 來去寫他們的extension 那 Builtool 或是IDs 他們就可以透過 JUnit Launcher的API 來去執行 然後去找到這些TestCase 然後執行這樣子 對 OK 好 那首先就要先量一下 跟大家比較有相關的 JUnit 2的部分 OK 好 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這些annotations annotations 大家應該都用得很習慣 像這個 AtTest At BeforeEach BeforeAll 然後 那有一些新家的 例如說像 TestFactory 就是For Dynamic Test 然後 DisplayName 就是讓你可以去加上 你對這個TestCase的 客製化的名字 然後像是Nested 就是你可以寫這個 潮狀式的這個TestCase 對 然後呢 還可以增加一些Tag 做Filtering 然後 ExtendedWidth 就是像以前的 就是加上Rounder 或是加上Rule 現在改成用ExtendedWidth 然後後面加上一個Extension的Class 這樣 後面都會再看到 好 那我們先看 那這個 新加的這些Annotation 它都可以做Mate annotation 就是說你可以把它 另外疊加在其他的 Annotation上面 那所以到時候你在 例如說像這上面看到 我加了一個Tag 然後我自己去定義一個 叫AtFast的 這個Annotation 那我就可以把 AtFast的這個Annotation 加到我的TestCase上面 然後它 我標準這個 這個TestCase跑得比較快 好 那裡面呢 所以我上面少加了一個 那個AtTest 應該再加一個AtTest 在這個Interface上面 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這樣子到時候 這個TestCase就可以被 TestEngine找到 然後去執行 OK 那例如說我可以 使用Tag來去做 我只Round 跑得比較快的 這些TestCase OK 好 那 Assertion上也有一些改變 例如說 這個之前大家應該都熟悉 像Assert Equals 阿 阿 都是一樣的 那加上了新的 就是Assert Thoughts 跟Expect Thoughts 那以前的話 可能是用Annotation 去加上一個 這個 它會Thought Inception出來 對 那現在它全部 都改成 放到Assertion裡面 去做 做判斷這樣子 那還有一個 Assert All Assert All 的功能就是 它會去執行這個 這一個Assert All裡面 這個Lamda 所包含的 所有的TestCase 那 即使有Fail 它也會把它Skip 然後就 應該說 它即使有Fail 它還是把所有的TestCase 跑完 好 然後 現在這個 這個Assert的Message 它是放在最後一個參數 所以比較不會混淆 然後再來就是 它可以支援Lamda 好 那我們看一下範例 例如說像這個樣子 這是剛才這個 Assert All的一個範例 那 我這裡面就有好幾個 Assert Assertion在這裡面 那所以它都會執行 那即使說 中間有Fail的 它還是會把它跑下去 OK 那像這個地方 大家就有看到 這個是一個Lamda的語法 好 這邊是一個 這是一個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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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了 Yeah Anyway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 新的Assert All的一個樣子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Assumptions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 Assumptions 好 那Assumptions就是說 它會去 預先判斷說 你這TestCase 有一些前置作業 要先做 那如果沒有達成的話呢 我就 Skip這個TestCase 例如說 像這個範例就是 我要在 這個CI的 Server上面 我才會run這個TestCase 我在這個 我自己的開發環境裡面 我才run這個TestCase 這樣子 那如果這個判斷是 不成立的話 我下面就 不跑了 這樣 這個TestCase就會被Skip掉 那它不是Fail 就是Skip掉這樣子 好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像Tag Tag就是我剛剛講的 所以這邊應該可以很容易理解 這樣子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像Tag的話 主要就是 你拿來做Group 那當然你開發的時候 你可以用來看 然後 那或是說 這個是給你的 這個ID 或是給你的ViewTool 去做判斷說 我只要找哪些來跑 這樣子 對 好 那再來就是NastyClass 那NastyClass呢 是Zenify新家的功能 那所以就是說 你在一個TestClass裡面 你還可以再放 另外一個InnerClass在裡面 那這InnerClass呢 你就是mark一個Nasty在上面 那它裡面的TestCase 也會跟著跑 那這個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 邏輯上有相關的TestCase 把它包在這個InnerClass裡面 對 那另外好處就是說 因為它是一個 它不是StaticClass嗎 所以你這InnerClass 它可以 Reference到你AlterClass的 一些的Field 對 所以你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 你在Initialize的時候 需要的一些變數 或是一些參數 就可以在外頭先做好 那裡面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Reference到它 對 那有一點特別要注意就是說 這個 BeforeAll跟AfterAll呢 因為它是Static Method 所以你基本上 你沒辦法在 NastyClass裡面 有這兩個 有這兩個 annotation mark在你裡面的 method 你只能在這外頭 那你可以有 beforeEach跟 afterEach 在這個NastyClass裡面 好 OK 那等一下都會有Demo 最後再跟大家Demo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Dependency Ejection 那這個DI的部分呢 就是因為這個開發者裡面呢 有一些都是Sprint的Contributor 都是Committer 所以呢 他們就把一些這個Sprint的一些Concept 帶到Sprint裡面 那像是這個最常見就是DI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 以前的 之前的TestCase 基本上你不能有參數 就是你的Math裡面不能有參數 那 有參數它不會跑 那 這邊的話呢 現在讓你可以放參數在裡面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這個 Injection 你要的這些參數呢 透過它的這個 叫Parameter Resolver的 這個Interface 去把你要的這個變數呢 inject到你的TestMethod裡面 那它Default呢 J205裡面它有 HourBox有兩個實作 一個是TestInfo Parameter Resolver 另外一個是TestReporter Parameter Resolver 那上面這TestInfo就是 就是你可以知道說你現在Run的這個Context 就是你這個TestClass TestCase裡面的一些資訊 包含像它的DisplayName 然後或是說它有沒有跑過啊 之類的資訊 那TestReporter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每次在IDE Run的時候 在下面看到很多這個 它跑到第幾筆啊 然後 它的狀態是什麼 就是透過TestReporter去拿到這些資訊 OK 所以它現在增加了這兩個呢 就更方便這IDE或是VueTool去 去實作他們的Launcher這樣子 好 那你可以把這個DI的部分呢 把它放到這些 有這些method 有這些annotation的method上面 它都可以做injection 好 那就是可以被這個 你要做一些擴充的實作來使用 這樣 好那我們看一下 像這個TestInfo Parameter Resolver呢 我就可以在這個 Initialization的這個method上面呢 把它inject進來 那我就可以透過這個TestInfo的object呢 去取得 我正在Run的這個Display 正在Run的TestCase的DisplayName是什麼 好 OK 好 那這是reporter的 OK 我就可以看到它 我可以放一些我自訂的這個keyValue進去 那最後我再把它抓出來 好 那這個的話就是 一個簡單Markito的extension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我在這個TestClass上面呢 加上extendWithMarkitoExtension.class 那這邊就是我要使用Markito的XT 這個功能 那我就可以在這個 beforeExtension 或是TestCase上面呢 加一個AddMock 然後去把這個 person的這個object inject進來 那我就可以去使用它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是這個 一個新的功能 叫Java 8才有的 的功能是 DefaultMethod 就是你在interface裡面 你可以有一個DefaultMethod 就是你interface的Method 現在是可以有10做的 那這個部分呢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 multi-inheritance for你的TestCase 那你就可以定義好你要的一些 行為 要測試的東西 然後呢 把它放在interface裡面 那你的TestClass 就去實作這個interface 那它就會有這些 DefaultMethod 會去跑這樣子 例如說像我在這邊 就是有一個沒有實作的 的Method叫 CreateNotEqualValue 那這邊有一個叫做 ValueEqualItself 那它就會去判斷說 喔這一個裡面取出來的值 是不是跟它自己是相等的 去做一個測試 那我另外一個TestClass 就去實作它 實作這個 EqualContract的這個 interface 然後它就會去執行 只是說那你 你實作這個interface 當然你要實作這個Method OK OK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另外一個 比較有趣 這個是Juni 5 Milestone 2 的時候才出的 就是Dynamic Test 那就是說 之前的Juni 4之前 你的TestCase 都是預先設定好的 預先寫好的 你沒辦法在Runtime的時候產生 那現在這個Dynamic Test 就是你可以在Runtime的時候 去產生你要的TestCase OK 那像這邊就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 你要Runt Dynamic Test 你要加上一個 Add TestFactory的 annotation 然後呢 Return呢 是一個String 或是一個Collection 或是Iterable 的Dynamic Test 的Type 好 那底下呢 就是會把它 你就可以去產生 你自己要的Dynamic Test 那Return的一個Object 就是Dynamic Test 這個Object 那裡面就是你自己要跑的程式 像這邊就是 它會跑10次 然後呢 去測說 這裡面的數字 是不是Mod2 會等於等於0這樣子 OK 所以你就是跑10次 然後 它就會產生10個 不同的TestCase 好 OK 那這邊就是 跟大家比較相關的部分 就是寫TestCase的部分 好 那 我們先來看一下Demo好了 OK 好 那這邊就是一個簡單Demo 就是跟 就是剛才大家講的那些內容 包含了像是DisplayNet 例如說我跑一下DisplayNet這個 好 那在這下面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邊這個地方 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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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邊顯現出來這個 AddDisplayNet呢 就是我在 這個地方 加的 內容 它就會在這個 ID這邊 顯現出來 好 那除此之外呢 例如說像剛才有放的這個 AccessSource 然後這個 FailAssumption 例如說我會跑一下這個 FailAssumption 這個 內容 好 大家就看到它這個 這個部分它是被Skip掉的 就是 它就沒有跑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像是這邊有NastyClass 我們可以去跑一下這個NastyClass 就是說 它可以去 Sorry 這個 不知道這個錯什麼問題 好 那基本上應該是說 這邊這個 它可以去取得一個 Initial Value 那這個Value呢 我是寫在這個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這個 等一下 在這個Interface裡面 這是一個Default的Interface 它有一個InitialBassValue 那我把這些 BeforeAll BeforeEach 這些東西都放在這裡面 OK 好 那 再來的話就是 看一下 下面還有一些 像是Dynamic Test 我們來讓一下Dynamic Test 為什麼都有問題 Sorry 不好意思 因為它現在都跑這裡 像這個Dynamic Test這邊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產生了好幾個 這個不同的TestCase Round Time OK 那像剛才這個 NastyClass的部分呢 就是 在這裡 好 那它就是 裡面的TestCase也會跑得過 因為它抓到那個Alture的InitialValue 這樣子 好 OK 那 目前來看的話呢 因為這Unify 還沒有正式Release 所以 IDE的Support呢 沒有很完全 像我們剛才跑的這個 我們再跑一次 這個內容 像是 這個地方大家會看到很奇怪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嗯 好 哪一去 嗯 before 哦 在下面 這個 before before 不見了 不見了 消失了 就是我昨天是看到就是說 這邊 它的before support應該是 在最前面就會秀出來 然後它跑到最下面去 對 然後還有例如說 像是在這個 dependence ejection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這個 呃 mojito的部分 例如說像這個 mojito的support 這邊 如果我是 上面這個TestCase 它是 跑得過的 好 那如果是下面這個TestCase 呢 這一個 好 它就 沒辦法找到TestCase 對 那實際上應該是 要可以跑 就是如果它有 Fully support Zenify的話 的API 這邊 它應該是能夠把 injection 就是把這個 這個object呢 把inject進來 然後去執行這個TestCase 好 那如果說我們是使用這個 呃 就是 Gradle 就是它 Zenify它提供的Gradle 的一個 簡單的plug-in的話 去跑 那基本上它就會 全部都跑過 OK 那就是 因為這個是 Zenify Zenify 那個tink 他們去 實作出來的 所以 support就會沒有問題 這樣子 好 那這邊就會看到 有一個被aboard 因為那個assumption沒過 然後其他的TestCase 都有跑過 這樣子 OK 好 所以說如果現在大家想要試的話呢 ID當然還是可以試 就是大部分都是可以run 沒問題 那如果有一些少部分問題的話 可能就是要 透過 像Gradle Maven 或是 它有提供一個叫 Z-Uni Launcher Console Launcher的部分 你可以在Console上面run 你的TestCase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再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好 接下來講的部分就是 platform的部分 OK 那platform的部分 跟大家可能就 稍微比較沒關係 也不能說沒關係 如果說你想要自己寫自己的extension 然後 然後 或是說你有興趣寫 Viewtool之類的話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 platform裡面提供的API 來去跟這個 你 Engine溝通 好 那主要第一個要講的就是 Launcher API Launcher API就是主要是給 IDE去使用 那 IDE或是Viewtool 他們透過Launcher API 可以去找到 Discovery跟Execute 他們 我們寫的那些TestCase 然後它是透過Test Engine 那例如說我透過 Test Z-Uni 5的Test Engine 或是 透過Z-Uni 4的Test Engine 去執行 這些Engine 可以run的那些TestCase 那實際上呢 你是透過這個 叫Launcher Discover Request 的這個 這個 這個class呢 去做 filter select and filter 然後它會return一個 Test Plan 那這個Test Plan 裡面就包含了 你找到的所有 那些TestCase的資料 它會是一個樹狀結構 然後你就可以從裡面 去找到你要跑的資訊 這樣子 然後呢 它會 你都可以 如果最後IDE 它要收集一些資訊 你跑的每一個TestCase 它是 跑過了 跑不過 然後它有些什麼 跑多久的這些狀態呢 會透過Test Execution Listener 來去收集 好 那這就是一個簡單的程式 簡單的範例就是 我去create 用一個builder 去把request build出來 一個launcher discovery request 然後把它build出來 那我這邊可以選擇說 我要只抓哪一個package 底下 那這邊就是selection 跟filter的部分 然後我只抓哪一個class的 裡面的taste case ok 然後呢 這邊是select 這邊就filter 但是我要filter掉 這個 後面是叫什麼 什麼test的 這個class 那我build出來以後呢 把它丟到 然後再create一個launcher 然後把它丟進launcher裡面 我就得到一個taste plan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可以註冊 在這個launcher上面註冊我的listener 那我就可以透過這個listener 去取得我要的那些資訊 ok 好 所以這就變得 對ID的開發者 或是build tool的開發者來說 就是簡單很多 因為它只要透過這個 制定好的API 它就可以取得它想要的那些資訊 它不需要再去找Juni 層次碼裡面那些到底 那些沒有釋出的API 或是那些private field 來去拿到它想要的資訊 這樣子 ok 好 那再來就是test engine API test engine API的話呢 就是它一樣用來 是用來找test case跟執行 但是差別就是在說 它是用來找到 對應到它的那一個 特定的programming model 好 例如說Junify test engine Jupyter engine 它就是專門找Junify的test case 那Vintage就是專門找 Junify 3和Junify 4 那 例如說你今天想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有用過Spark 或是用Skartest 這類的test framework 那 這些都是不同的語言 像Spark 你就是用Goovie寫 然後Skartest 用Skartest 那基本上 但是 像你就可以透過自己去制定自己的test engine 就是實作自己的test engine 然後但是是可以跑 用Goovie寫的test case 或是用Skartest 但是呢 它們都是run在這個 Juni這個platform 這個核心上面 這樣子 OK 好 那你可以自己寫 寫完之後呢 你就透過這個Java Service Loader 去把你的這個test engine 註冊到Juni engine上面 platform上面 好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 這邊就是 新的extension model 那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寫了自己新的extension 那你就是透過extend at extend with 然後把你要用的功能加進來 對 那現在就是變成unified 之前有runner 有rule 那你現在就是透過這個叫extension 這個marker interface 你去實作這個marker interface 它這個extension.class 它只是一個marker interface 所以 用來標明它是 你這class是extension 但實際上的行為 就是說 你要做事情的那些entry point 是在這邊 就是 這些interface 這邊都是interface 那你就是透過這些interface 去 在某個時機點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說 我想要去在 before all 然後 before all test execution call back 我就實作這個interface 那我就會在 所有test case執行之前 我可以做一點事情 那我今天如果想要 做dependency injection的話 我就是 實作parameter resolver 對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 處理一下exception的部分的話 那我就是用實作這個 test execution exception panel ok 好 那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 這個 class 它叫做 ignore ioexception extension 它實作呢 test execution exception handle 那這個interface 它其實就是extend extension class 所以呢 你就會 有一個method 叫handle test execution exception 這個method 那裡面可以取得 你現在這個test class的一些context 然後你抓到的exception 那你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相當於這邊就是直接 skip掉 ioexception ok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 你自己實作好的extension加到剛剛這個地方 extend with ignore ioexception extension 這邊 那它就會做 它要做的事情 ok 好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sprint extension 因為大家也蠻常用sprint嘛 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 主要是做 DI的部分 我可以透過這個 autowire 去把我要的bin 把它inject進來 所以像這個地方 我就是 透過一個setter 把這個bin 把inject進來之後 我就可以 去做一些我要的test ok 那我上面就是加上一個 extend with sprint extension 這樣子 ok 我是不是講太快了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個 好那我們看一下那個demo 看一下sprint的demo 那在這邊的話就是 有一個簡單的sprint extension 就是剛剛看到的範例 這邊 我extended with sprint extension 那我可以autowire進來 ok 那這邊我就去跑這個 這一個test case 確認它是 不是怒我 有被inject進來 這樣子 ok 那這邊就是大家有跑過 這樣 ok 所以現在這個 你要 其實不一定是只有 我們可以用 mojito 或是這個sprint 他們做的extension 其實我們自己也可以做自己 extension 然後去 例如說你公司內部 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整合的 一個統一的extension 可以去使用這樣子 那這部分你要 現在要撰寫extension 就相對容易很多 ok 好 再回到 好 就快講完了很快 ok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 api annotation 主要是用來去標明說 這個 Juni 它這個核心的 這個API 裡面的每一個API的 它的屬性是什麼 例如說它是internal 就是為了讓開發者 他不要去混淆 不要去用到這個 有可能會被deprecate的 或是internal去使用的API 那如果 就是說 像你有extension的部分 你可以加上 試著加上add API 去標明說 哪些API是可以被外部去使用的 哪些是 有可能是實驗性質的 哪些是 會stable 然後maintain的 那就是可以像這個樣子 去把它加上去 add API experimental 這樣子 那目前的話 都是這些 Juni Milestone 2裡面的 這個API 都是mark experimental 因為還沒有正式的release 等到release 應該是否則會變成是stable 那有一些像是比較舊的 for bad work compatible的API 就會mark成maintained ok 好 ok 好 大概就這樣 那demo剛剛都跑完了 那現在這個summary 就是 Juni 5呢 它就是做了不少改進 那主要就是說 有java-8的support 例如說lambda 或是default method interface default method 可以使用 那再來當然就是improve的taste API 對我們比較有相關的部分 寫起來會比較更容易一些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improve的modularity 它separate of concern 所以現在Juni 5底下呢 就是看到你以後 在使用Juni的時候呢 就不會只include一個jar而已 它有很多個jar 包含了platform 包含了這個jupyter 然後vintage等jar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extension的jar在裡面 那在這個modularity上面就比較切得比較乾淨一點 那再來的話就是你更容易去extend它跟maintain 那你可以寫自己的extension 然後你同時間你可以run你的Juni 4跟Juni 5的test case 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可以在你還沒有全部轉換到Juni 5之前呢 先保留那些你之前寫好的test case 那你可以慢慢的再把Juni 4的test case 轉換到Juni 5上面 那最後呢就是 它的目標就是說 他們寫希望Juni能夠成為Java ecosystem裡面 比如JVM ecosystem裡面的test framework的foundation 所以不管你今天想要自己做一套新的test framework 沒問題 那你就是架在Juni之上 那反正我Juni都已經訂好這些interface了 然後bue2他們也不用再特地為了你這個test framework 再去做一些克制 那我就是透過Juni提供這些API 我就去找到你要的 你要執行特定的program model的test framework 你可以寫一個新的goovy run的test framework 寫一個新的scala test framework 在Face on這個Juni test 新的Juni 5上面 OK 好 那這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內容 那這是reference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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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我想這這問題應該很簡單 所以大家應該沒什麼問題 就這樣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谢谢